讓各位評審、老師、家長、同學大家好 我是第三號 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 《老傳師與小偷》 有一位老傳師 他在山上的草棚裡擋作戀佛 突然來了一個小偷 他翻箱倒過了好久 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他把全部的東西用得亂七八糟 但他只找到了兩個移民 他就順水清涼 拿了之後 他又想從窗子跳出去 《老傳師》明如知道 有小偷在翻箱倒過 但他還是足足不懂 當小偷要跳出窗子時 《老傳師》就說 《小哥,有門》 你為何不從門出吃呢? 為什麼要從錯的地方進來 又從錯的地方出去呢? 要光明正道 從對的地方出去了 小偷占然聽到這些話 《大致情》 回頭看到老傳師 老傳師掃出 趕緊跑到老傳師面前 他從懺悔 老傳師就說 《同樣的東西》 《你用偷的》 《會有一個賊名》 《我用送的》 《折對你有一份恩德》 《所以你要感恩》 《不要認為這是你的本流》 《要知道這是別人給你的恩惠》 老傳師用這種方法 駕馭小偷 從此小偷不再當小偷了 他抱著感恩心 努力地去工作 試煙永成後 他還成為了一位大部分呢 這個故事 讓我想到了一句禁止語 我們要常常培養歡喜心 以理智 和感恩之心 但人 如此我們人生就會 過得很快樂的幸福 我的分享到最後結束 謝謝大家